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专家 请到是分议师张珍威 老师早安 十分早 大家好 是 老师先来关注到 受到美股这样的影响 的确在今天早盘亚洲股市开盘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目前来说日韩股市都是走跌的 跌幅通通超过一个百分点 日股跌得更多 日股现在跌幅快逼近两个百分点了 592点下跌 现在29592点 这个看起来亚股通通都有受到在美股往下走跌的影响 那美股到底在跌什么 还有这波跌势当中会对于台北股市间开盘造成什么样的压力 我想开盘造成的压力的确不小 除了昨天的这个台指期 我们的夜盘就已经跌了283点左右 那刚刚现在正在试错 这个盘前的这个台指的确是压力蛮大的 那你看美股的道琼跌了将近600点 这个569 那结果我们的台股目前为止 台指期的部分跌幅也有600多 所以在这个部分当然这都只是盘前 那我们的那个幅度目前也将近这个3.9%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台股的开盘的压力测试 真的是不小 真的是不小 那美股到底在跌些什么 那它这个目前为止碰到的又有哪些压力 我们可以早上可以看到 它目前为止除了我们知道四大指数 全部都走跌 那道琼不说 那其实包括像是NASDAQ 它也中错的幅度也非常的深 对科技股跌更重 像是肺半 这个我其实才是我们最大担心的 那肺半其实基本上台股都跟着肺半 它的影响最大 比NASDAQ还大 那NASDAQ也大跌400多点 肺半跌了3.8% 在这里面美光 这个在我们台湾这个非常重视的美光 它也大跌了4% 那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ADR呢 包括像是台积电ADR就已经跌了3.66% 那包括联电也3点多% 3.11% 那么包括像是日月光 日月光还大跌了5%多 所以我只能说开盘的时候 台股已经又面临另外一次的压力测试 那我们刚刚再回到美股的情况 这个源头到底问题在哪里 很重要的依旧是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公债殖利率今天其他的盘中才一度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只要他一标高 每次我们台股都会吃到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影响 因为美股走跌 美股今天早上走跌的那个情况 大家看到的数字到底影响有多大 但是我觉得有些部分 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适度的 让我们投资人知道 不是说美股的panic影响了今天 影响了这个马上我们就要收月线 9月的月线 就一定要全部受到影响吗 其实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第一张 我带了一个字卡给我们的投资观众知道 其实目前为止美股受到两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影响 除了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现在这个叶伦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急着跳脚的 美国的举债上限 以及加起来哈布朗当 4.7兆美元的金建案 这个通通都是压在头顶上 重大的一个影响 对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今天10月1号 10月1号马上美国现在又要面临到 政府可能要关门的压力风暴 对 其实美国已经80次 面对上线上线的风暴了 所以10年公债殖利率的问题 再加上美国政府 现在10月1号可能要关门 这两大因素的影响 恐慌指数都在飙高 好 可是短线上看起来 这问题有解吗 毕竟只要殖利率越深 影响的就是科技股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来解读 好 来 我觉得我们几乎每一周 都要帮大家讲一下 这个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 它这个重要的甜蜜点 而且上线只要高过1.7 哇 这个造成的恐慌会更大 现在已经警戒值是到1.5 最好是在1.5以下 这个对于这个科技业 这个包括这个相似半导体业者 对他们的资金成本 一定会有相对的一个影响 所以只要你一直拉高 它的影响就很大 可是不完全是没有解 好 我们所谓的解不解呢 我们就要看 来 我们上面的那张公债殖利率图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盘中一度高达1.55 好 那但是在之前 比如说你这个9月27来到1.4 都是非常高 今天来到1.5以上 那在这个情况下来 我们看一下4月份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美国十一期公债殖利率来到多少 是1.72 好 1.72的时候 的确那段时间 大家一段的一阵的恐慌 拉到最高的时候 哇 你可以看到 它对下来 底下那个就是S&P500 美股的S&P500 哇 急速的往下挫 可是不要看 来 我们看一下 它的走势 你原本很担心 它到1.7不得了了 后来它果然下下 对 我们回到刚才老师那一张 那一张美股跟这个 美国公债殖利率的走势图 对 对 对 这张来 你看一下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不要那么完全的惊慌 为什么我们这么讲 我们放大那个图 你可以看到 那当你在4月2号 可以看到中间 有没有 4月2号 1.72 它当它这个 10年级公债值 标到最高的时候 哇 果然重挫 那个在这个标普重挫 可接下来呢 只要这个10年级公债 稍微走缓 走缓之后 你可以看到 标普往上涨 你知道啊 从4月多 一直到现在 已经是9月底 9月29了 各位 其实标普 直到目前 还涨了7%左右 所以我只是想跟大家讲说 的确 这实际级公债殖利率 会造成科技业者 他自己本身 他的这个成本 一定会增加 但是相对的 我们觉得 你这个恐慌指数 不在今天的标高到23% 都是现在 right now 你当下状况状况 可是并不代表 接下来一直如此 但我知道回过头来 大家会认为 你这样重挫了废半 废半马上 它的技术现行 相当不错 也很强 基本上已经快来到历史 新高你搞这 没这一拖 一下子重挫3.8%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市场的力量 还是最大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个部分我们尊重 那我们只能说 我们在4月份 其实已经尝过一次 那一次 10年新公司 飙到1.7% 还不是安全度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还要讲什么 所以主要是 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的举债上限 这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今天也是重挫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 钱要花光光了 他现在这个缩减购债 马上告诉你11月份 他就要停止 就要缩表 不要再继续购债了 在这个情况 他10月18号 这不是我讲 叶伦讲的 10月18号 全部钱都用光光 不到不剩任何一毛钱 他已经打电话给参议院 都去沟通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会严重影响 那有个重点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完全也没解呢 不一定如此 2011年10年前 今天2021 2011年 那一年的欧巴马 严重到全部通通 都冒成僵局 状况的确在短期之内 在那个10月份影响很大 可是并不一定如此 结果是如何 经过了大概13个月 在那个中间 他是7月到9月 中间闹很大 闹很僵 就那一次 他们的公务员 全部都被赶出白宫 你知道拿了自己的 那个箱子什么 情况闹很糟 中间的8月份 也非常惨 可是就在那之后 完全沿路 美股就开始恢复正常 中间闹的那个 正好就是一个月 所以我们就回过来 回过来推估美股 我还有下一张PPT 我们看一下 那美股 美股这个情况 我觉得大家不用 我觉得我只是说 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中间这都是过程 10月份向来是美股 动荡波动 非常大的一个月 上百年了 从1896年开始的 美股一直到现在 你可以去看 长期看它的美股 特别是标普 100年来 10月往往都是 一年之内变动最大 变动最大 不是等于9月份 下跌一定最低 不一样 9月份固定会跌最低 但是10月份 我们看到的美股 它是波动最大 可是平均统计起来 大概有七八 大概有六成左右 其实10月份 跌的这个几率 有比涨的这个几率 波动来的大 所以我觉得 大家平心 这个 这就是往年的节气 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的投资观众 其实我觉得 在某个情况 不用那么那么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就包括今天财股 台指期 现在刚刚的那个指数 都中间很大的panic 一度下跌 台指期比较严重 跌到600多 现在又回 回到大概跌 318点左右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不用那么的过度紧张 十分 好的确 那当然在整个叶伦跟鲍尔 在部分在今儿最新谈话 他们也特别强调了 通膨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 10月份 甚至未来的整个缩减购债规模的过程 会是接下来国际股市当中的影响 那至于台北股市 怎么来做观察 老师我们来看到 尤其现阶段来说 这两天的电子股 基本上都受到了 中国大陆这个 能耗双控的政策影响 那之前前两天的消息是说 到9月底 差不多结束了 可是现在很多部分地区 说延到10月 所以基本上 跟中国相关的 台湾零组件这些厂烧 现在有可能会因为 这个停产的危机 风暴持续扩大 那接下来呢 10月份呢 恐怕在电子股当中 面临到的压力是不小的 没错 十分我相信 这会是我们这几天 台股的投资人最关切的 原本我们以为 我们只要关心 我们的这个投信 这个集团 集团股的记底作账 对是不是没有 不得不提前结账了 没办法 因为中国突然 你会发现 当然我觉得 我们的观众投资人 一定要密切注意 我们记得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 这为什么这个索罗斯 91岁的索罗斯 会特别去写 习近平 他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习近平 他很可能是开放社会 最危险的敌人 你想想看 你记不记得 从沿路打滴滴下来 其实之前打马云 到现在打滴滴 结果他每个礼拜 你有没有注意到 几乎每个礼拜 我们都有这个 路股的新闻 跟港股的新闻 上个礼拜 已经是这个恒大事件 这个礼拜 又是这个能源双号 而且突然就给你 这个就是政策出台 可是他也影响到他自己 你看他现在自己GDP 都被下调了 所以基本上 路股自己也受到冲击 来讲好问题 那个事份 我准备一张PPT 指的就是 你不要以为 这个国际市场上 没人治他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这样子动辄动贺 那个我们台股 因为是比较浅跌型的 我们受美股影响 还受你港股 跟路股的影响 在这个情况下 能源双号造成 他自己内部的欺商权 是什么样的影响 来我们看到那个PPT 这个野村看淡中国的经济前景 还包括高盛 高盛已经下调他的GDP了 而且这个幅度 有可能影响所及 有可能高达5000亿人民币 5天亿人民币 如果他在持续这样 因为电是这个工业之母 你怎么可能没有电 结果这次受害了 表面看起来我们的台厂 这几天PCB族群 这个封装 这个我们的散热模组 跌得一塌糊涂 难道他自己就完全没有伤 他的确是有 而且目前为止 大家以为 9月底就给你结束了吗 不是 现在大家担心是 为什么野村要看待 你中国经济的前景 为什么高盛可能会下调 让他下调了大概 从8.2%下调到7.7% 为什么要下调他的GDP 因为你这个电力 可能会延续第一件事情 时间可能要延长 据说目前为止可能9月 说不定要延长到10月 而且可能从他整个大面积的 从他东南扩充到他华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断的限电 这个主要的冲击影响 会是影响什么 他大陆内部经济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自己台股 我们关心的还是 我们自己的受贿股跟受害股 不过老师 我们先来看到 目前期货市场先开盘了 的确我们先来看到 在期货市场 今天也是受到这样的影响下跌 目前跌幅1.4% 现阶段的期货开盘下跌240点 17000已经破了 16933点 的确在今天的早盘跌幅 看起来是重了一些 那当然势必在电子股当中 会是今天的重头戏 好 可是限电怎么来看老师 限电当中有受贿股 也有受害股 哪些的受害的相关个股 最好最近短线避开 可是受贿股你要怎么来留意 好 我相信投资人非常的关切 这几天的受害股 其实到昨天为止 其实已经稍稍止血 尤其是到 因为受害第一天 panic太大了 大家以为全部通道断电 全部都没有得搞头了 其实不完全如此 我们根据国内 也有投信的报告 以及野村的一些相关的 我们各方面的报告 正在统计出路 但是我们先看看 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受害股 大家担心什么 七大产业冲击链 这个大不用避讳 包括像是这个比较 一般我们从我们国内 PCB就是这些 这个印刷电路板的族群 因为它比较有点点 比较环保方面的议题 比较争议大 所以很多人早早就已经 去了中国大陆 甚至里面有产业 像是这个 我们也不点名哪几家 因为跌了够惨 他们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设点 居然它的产能产线 占到高达九成 这个就没有办法 这个影响真的太大了 但是像是比较 只有大概占四成左右 像是台光电 这些等等 像星星 加联翼 台郡 这些部分 很多人就有点担心 那目前为止 到昨天 昨天的这个收盘之前 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渐红 开始已经收红 那在这里面 七大族群 除了PCB族群 大家觉得短期左右 尽可能还是能避就避的 除了PCB散热跟被动元件之外 像是一些封测 大家也担心 像日月光 他就站出来长青 那还有像是制鞋业 线缆业 还有机械工具 塑膠等等 那这其他产业可能短期之内 如果我们的投资人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先观望 看一下投信跟外资法人的态度 那么另外有些部分 像是这些部分 大家都担心 你是不是这些台厂任人宰割 我并不认为如此 来 各位观众 我们还是要细部了解一下 原来他如果是在东南省市 其实你知道 就像刚刚讲的七长泉 他自己政府难道不头痛吗 特别是中南地区 是他比较富庶的地区 像是江苏多地 他其实出现有几不一样 我跟观众还是要报告清楚 不要一刀全砍 并不完全如此 来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说他地方政府有人讲 他有的部分是说 我立刻就跟你关掉 这是最极端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他有分高低峰 尖峰时期跟低峰时期的限电 比如说晚上 我可能就让你 这个可以让你供电 让你持续可以运作 那还有的情况是 各方面限电 比如说我一周之内 开二停五 或者是这个开一停六 等等 所以策略是不同 那各地地方 我们的台商政府 据说我们的台厂 有些人六月份就知道 所以第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太恐慌 拼命砍下股票 因为第一个 他有库存 其实他从六 有的人六月左右 陆续知道 接到通知 他有存一点库存 大家安心一点 第二件事情 他已经配合 他当地的限电措施 时间不同 所以他有不同条件 有的人是用 比如说十月一号以后 我加班嘛 我赶快找员工加班 所以他有些条件 那所以这些部分 大家不要拼命的猛砍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刚刚讲受惠的族群 受惠族群不是没有 各位观众 其实你完全没料到水泥 水泥居然是受惠的族群 还有钢铁 那么还有包括 像是这个 包括塑化股 那怎么说 塑化股当然很明了 塑化股是因为最近 说实在国际原油 已经不断的飙涨 现在每桶飙涨 今天已经降 逼近80每桶 每桶 那现在高盛已经预估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影响 国际因素的影响 很有可能 会变成到每桶90美元 这是可能从今年 一直到明年年初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相关的受惠股 在大家担心的情况之下 有人受害 其实有些部分就受惠 那受惠的情况 依旧一句老话 什么话呢 因为有些部分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塑化股 台塑的一线塑化股 它本来就比较温透 二线塑化最近非常的标 对你看昨天台剧亚剧 这些都站在了外资的买方前10名当中 所以基本上塑化个股 在最近的表现是可以留意 可是老师 塑化股它也标了一阵子了 至少一星期的往上涨幅了 所以在这个现阶段来说 大家还可以持续锁定吗 目前你看整个类股的指数部分 已经超过三个百分点以上的涨幅了 所以在塑化股当中 大家要怎么来操作 我觉得如果以技术线型 短期的技术线型 大家觉得过热的 我觉得像这个二线塑化里面 有的很标 比如说像华夏 华夏这段时间突然猛标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它前一波段 其实还惨了一段时间 它有没有过之前的前高 技术线型来看 我觉得华夏可能有些部分 大家去注意 而且昨天有人出量 所以你现在这个 如果你是突然狂标 而且又盘中有爆大量 那表示有人出货 不然怎么成交 所以这种个股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 最近在股市上 你可以看到登的报纸 我们不要点名哪几家 已经报纸上一直在登报 有一些股权争议各方面 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 但是像是亚聚 或者是像是台聚好了 因为亚聚已经涨很多 那台聚情况也是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它有一档小标股 叫做月峰 因为他们正好成为大股东 对 所以再加上 我们讲到国际的油价 因为它持续会涨 你看像美国还有很多人 已经跑去加油站 在排队等加油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 我倒是觉得塑化股 反而有可能是最近近期 包括你看到什么纸 造纸各方面 在狂飙的情况之下 这些物料类股 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水泥 可能是你没有料到 因为水泥提前被限电 结果它因为它还有碳中和 最拼近这波段 中国大陆能耗双控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要达到碳中和 它必须要达标 所以它拼命 就很粗暴的 直接去限电或干嘛 那水泥先被限了 而且它居然用了碳中和 在制造过程当中 水泥反而有人受惠 为什么呢 它有的人产线各方面 做了一些调节 反而从台湾这边加紧供货 所以这个库存方面无余 所以这段时间你们发现 居然亚泥跟台泥 这反而它是标标准准 大家这个台湾50的一些股票 这倒是你可以留意 还有像是塑化 塑化我们刚回头补充一点就好了 最近其实像南亚状况 并不是大家比较担心 因为你在江浙场 你有限电的问题 原来他们当地 其实在当地 他也准备了一些库存 而且有提前做预备 所以股价也相对守稳 那么钢铁的部分 我倒觉得因为近期 我们4.7兆美国的 它的基础建设 它还是得过 钢铁也躺了很久了 老师 所以刚才有机会 从谷底往上来 就是说现在到低位阶的是吗 对 我觉得是如此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低位阶的部分 你看中钢前一波段标了一下 结果被 我相信还有提前被投信结账 因为前段时间标 结果带动起来之后 这段时间钢铁有休息 可是我相信 钢铁在美国大基建通过之后 我相信还有表现空间 有时分 好的 所以这是在整个大陆 现金当中帮大家挑出来了 受贿跟受害的相关个股 另外来看到 今天还有个题材 包括是在电动车的电池场 鸿海介入电池场了 那包括几个被点名出来的个股 在接下来毛利提升当中 有没有机会往上推 怎么看电动车这个系列 老师 我个人非常的认同 因为电动车本来就是2021年 最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题材 那么鸿海的进一步 你知道它其实要拼的 不只是电动车位 各位观众 它其实要拼名德时代 因为它这次结合的 这个硕核跟熔炭 这些部分它要干嘛 其实它做的是电池 得三电者得天下 第一电就是电池 那电池的部分 一定是我们台湾业者 一定要克服的 因为我们在电机跟电控方面 我觉得我们比 不会拼不过大